伤风和鼻敏感有时会很难分 基本上鼻敏感是过敏性的鼻炎 鼻歌的发炎或病征是因为敏感而引起 而伤风通常是传染性的 例如过滤性病毒或细菌感染而引起 如果病征来说 很多时候妈妈会看看鼻涕会否转颜色 例如会变成黄色或绿色 相信是伤风的情况 但其实在很多情况下 如果是严重的鼻敏感 鼻涕也会变色 简单的方法 看看其他病征会否同时出现 例如小朋友除了鼻水黑痴之外 他有发烧、喉咙痛、咳嗽、痰的时候 很明显这是伤风感冒 是感染性的方面 另一个方法是看病征的时间 例如传染性是伤风的话 通常五日至七日的话 情况都会有好转 但如果你发觉小朋友 每一天都会有黑痴鼻水 又或者每一个星期 都至少有三四日会出现的时候 这个情况似乎敏感机会会大一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